第五人格中,侦探前往庄园查案 可是在进入环间后,就被神秘人锁住了 他尝试打开门,可是却打不开 是谁锁住了侦探 龙哥哥在官方的一个动画中,找到了蛛丝马迹 侦探在房间里,看着小女孩的照片 一个神秘的小女孩打开了门 侦探追着小女孩,小女孩就像恐怖电影中的鬼魂一般 侦探很快就陷入了恐怖的幻象之中 他看到了大火中的小女孩和一个女人抱在一起 侦探开始变得可怜,又变得可怕 也透露出了监管者猙獰的表情 很快侦探看到小女孩打开了一扇门 他追到门边,往门里看时,却看到的是自己 这个线索是非常有意思的 龙哥哥认为,侦探跟着小女孩,最后却看到了自己 说明了小女孩在引导侦探,找到的是侦探自己 这说明了侦探看似在破案,其实是在寻找真实的自我 那么这个小女孩是谁呢? 龙哥哥认为这个小女孩很可能是小时候的园丁 在之前的节目中,龙哥哥曾经有一个大胆的推测 园丁很可能是侦探的一个替身 他代表的是侦探内心深处的另一个视角 侦探是通过园丁的视角分裂出厂长和律师的故事 并由此引出医生、慈善家等一系列游戏人物 就像这个神秘的小女孩 她只是在引导侦探的视角 让侦探最后看到另一个自己 而根本就没有人把侦探锁在房间中 房间的门从来没有锁上 是侦探自己的心上锁了 侦探最终要打开的不是庄园的门 而是解锁自己内心深处的门 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 点击关注哦